這位是高雄的蘇先生 蘇先生你好 蘇先生 你好 蘇先生 洪議員你好 我剛才看你們的表 我覺得非常好 我希望蔡立委 民進黨的時候 這是很好的文權 這讓劉鋼發出來之後 劉鋼大家看到 他會比較 你說的比較好困難 你讓這張表演的時候 就跟我看 最沒有百分之一會不會變過 所以你這個文權很好 你可以用這個文權就對了 好好要接這個馬英雄 謝謝你 謝謝來 台南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你好 你好 李先生你好 謝謝 我每一天都沒有去 我還有兩天 我是台電體那個 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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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 用公務人員的管理 我們要政策的18% 我曾經來參與公會 這個 經濟和行政都不準 這個 我們退休了 我退休了 我還怕八二萬 我還算二萬 我們吃飯 我剛才退休十三四年 吃了 我們進 連老人金三千塊 還不可以 聽這個 創立委 創宏龍立委 我還跟幾黨的立委說過 是 比我們都沒有當好 因為我們當時是 國宏紀史人員 如果政策沒有出 要簽證 不是一般的管理人員 我們當時在標心 就都 我們公務人員 七月標心 我們 差不多十二月才可以標心 我們 你們的標心 就說 這個問題 是不是可以和蔡委員聯繫 好嗎 雲林的張先生 張先生 你好 張先生 請問 其實 有些人說起來 是 我們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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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些王八十 因為 選舉 台北的秋冬 選舉 其實都沒有這麼做 但是 台灣總統 我最討論是 將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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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為台灣八十在接觸 將軍國 他說 伊農第一 還來這裡軍 他說 如果沒有農 軍國 沒有農 一定伊農 但是 後面來 一些做總統的 都沒有效 不要再說 選舉 騙子 騙子 我怎麼做 其實 都沒有照 去做 沒有 你關心農民 沒有 農民 你去試試 反正 我們八十 都完全沒有用的人 對 謝謝 新莊陳先生 陳先生 你好 大家好 請說 今天最大的問題 就是再不合作 林口歸山 有一個叫A7出口 之前要徵收給郭台銘 之前剛剛徵收的時候 五萬多塊 結果現在是民進黨的那個 鄉黨 以前是歸山都是國民黨 現在是民進黨的 好像陳志摩吧 你現在已經徵收到知道多少嗎 現在已經做到十五萬多 當初五萬多 抗爭到現在 而且現在很多財團都去卡那塊 為什麼 就是看好它的長子 所以說很多百姓都說 你自己不團結 然後被政府吃死死的 那那塊地位怎麼講 就是因為很多財團 它有利可渡 它可能可以跟政府 所以五萬多塊 當初徵收快 五萬多塊 到現在十五萬多 對啊 那當初就是 他要徵收付 就是要給郭台銘下去開發 可是不是郭台銘開發 你轉一轉就要賣出來 你看如果當初有五萬多 跟他徵收掉 你看郭台銘現在算翻了 所以說百姓真的是要團結 你沒有團結 看別人很多 你看到很多抗爭 這些台灣抗爭真的是 大家农民在抗爭 你要知道說存亡此寒 你要必須去配合 那團結才有力量 或者你可以看到 你农民抗爭 跟我死都沒有關係 百姓人家一天天 到時候呢 每天輪到你在意哭的時候 也沒人家要幫助你 沒錯 所以我說臺灣百姓真的是 真的是痛定思痛 把別人的痛當自己的痛 這樣臺灣才有症 有助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張華 對不起羅東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是 請說 剛才我看到貴節目 在秀這個表出來 是 請說 上面有些資料 我覺得是蠻切實的 但是也有部分是跟事實不符 沒關係你請說 第一點 第一點 你說 那個 你說 那個表上說 那個 公教退休人員 不用交那個 健保會 這一點是 跟事實不符 要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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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點 公務員也是要繳健保會的 是 退休的公務員也是要繳的 要繳 是 OK好 這個接受了 因為這個是事實嘛 他可能表的也做錯了 是 好 林先生謝謝你 謝謝你指教 等一下回到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